所以根本底下要建一個什麼資料庫其實就非常簡單 反正 E-Sale變成SS 是很簡單的事情 E-Sale變SS 有沒有就是你先建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再用賄賂的方法 記得就是SS的觀念裡面 反正是一個資料庫 再一個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有很多欄位 三個階 一階是資料庫 資料表 欄位 那欄位有幾個欄位呢 像這一題有的 六個欄位對不對 OK 然後再把資料放進去 主要大概你們目前 需要知道大概就這一些 接下來就是說我們要怎麼樣把 E-Sale裡面的資料 比如這一筆資料 我就是要放到SS進去 那我前面講過了就必須要配合一個叫ADO的元件 因為 E-Sale本來是不能夠 存取資料庫的 但是你要把它變得可以 就是要透過外部引用元件 所以第一步的話你先檢查有沒有資料庫 有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 再來 就是檢查一下 你有沒有引用 設定引用項目裡面 有沒有引用什麼ADO 確定一下 本來這個是沒打勾的 那我把它打勾了 這個地方 第二個 那引用特別注意 是 Microsoft 這個 Active Data 打勾 打勾 原來是沒打勾 你就 進來 這個 記得 他的位置一定是在Microsoft A開頭 裡面很多 那你可想而知 如果你要外部 本來不行的 變成可以 這麼多了 其實如果你懂得他的操作 你就知道 整台電腦所有的東西 幾乎所有的功能你都可以達到 本來不行的 都可以變可以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把打勾 第二步按確定 就完成 就是說呢 有點把以色 拿來外掛 用外掛來當比喻 其實可能比較清楚 好像很多那個 網路上很多小朋友 甚至有些國小國中 他們就想要寫程式 那有時候想找我 學 那我說你學這個幹什麼 他說我想要寫玩具 那個 那個電玩的外掛 他說這個可以賺很多錢 他就是因為他那個外掛 好像寫一個就可以 還不少錢 他覺得哇這個太好賺 因為可能他有跟人家買過外掛吧 花了不少錢 後來想說他自己 類似啦 反正就類似像這樣子 啊 就就是外掛的觀念 那以色料裡面有外掛了 所以 其實這個東西有沒有 設定用項目呢 也可以自己寫出來 寫出來就DL 就是說呢 其實在以前 如果要簡單這個就DL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有些功能不行 但是你把它變成可以 你就可以用什麼 用以前我們是用那個Visual Basic 的一個開發工具 可以把它寫出一個DL 然後呢 再把它引用進來 本來不行的功能都變可以了 Visual很多功能不行了 但是你可以 藉由外部擴充 那個叫外掛 但是這個又牽涉到 怎麼去開發Visual Basic 的這個部分 那這又延伸的問題了 或者你可以用什麼 Visual Basic 單內車 就是 這種 另外一個環境 那這部分 好像 目前 學的人 好像越來越少 因為我以前 有在我們這邊 開過 這個VB單內車的 課程 OK好 那這邊打勾 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 有資料庫 有外掛 ADO外掛 再來就是 要去寫 那個 連線的程式 那個連線程式很長 所以我剛已經把它放在我的雲端上面 所以請各位到雲端上面 記得把它開起來 就是在這個雲端上面這邊 然後這一段嗎 開啟 然後 應該會 Ctrl C Ctrl V 這個應該大家都會的 最常用到的 Ctrl C 就選取 Ctrl C 對不對 然後呢 再到你的 這個 模組裡面 有沒有 Ctrl V貼上 Ctrl 剛剛是不是沒有複製到 再一次 這邊 選取他 Ctrl C 應該有吧 如果沒有再 再複製 OK然後再到這邊呢 把它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完成 貼上之後下面這一段不要了 這一段暫時不要 我重來 主要是上面這個SUB就可以了 好 那我要怎麼樣利用那個 這個 副程式來 用在我 要新增的動作 基本上 其實只要把SUB後面 這一 這一段程式 複製一下 複製一下 然後呢 再到 我們的 表單上面 把紀錄點兩下 這個時候呢 他會呼叫一個 Record 就是這個紀錄的名稱叫 這個按鈕叫 Record 當他按下去按鈕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 要 call 打一個call 然後把剛剛複製貼上 就是去呼叫什麼呢 利用ADO新增資料 有六個欄位 不過這個地方要修改一下 要告訴他什麼呢 你要新增的 資料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的話在哪裡呢 位置基本上 就在 這一列 所以你要告訴他什麼 第幾列 比如說第12列 的第幾欄呢 第A欄 A欄你也可以給A 或者給E 都可以 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我們就是 要給他這幾個資料 然後他就自動 幫我把這一筆資料 寫入到SH去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知道位置的話 那問題來 就是說我怎麼知道他現在的比數在哪裡 這個比數在哪裡 所以 這個恐怕我程式有稍微改寫 之前是用那個痊癒變數 可是我發現效果不好 我們可以再改一下 比如這邊可以改A A在哪裡呢 A的位置 實際上就是什麼 在range 我們用那個A6去偵測 游標放A6 然後呢往下 點什麼呢 他的鏡頭 點END 他最下面的位置在 刮弧 X down 有沒有 他最下面 就等於類似 Ctrl向下 跳到哪一個 然後呢 刮弧 點哪一列 Raw 有沒有 Raw就是他第幾列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說 我現在 要 丟過去的那一個 列在 哪一列 回傳就是12 對不對 就等到12 接下來呢 後面 A B C D E到F有沒有 這裡面要放什麼 基本上A要放什麼 放Sales 刮弧 他會問你說第幾列嗎 那第 A列 對不對 因為這個數字會變嗎 第幾列 可能你下一次變 13 14 15 一直往下 所以我本來是A加1 這裡的話 改一下 改A好了 這樣會比較簡單 因為你如果A加1變成下一變一列就空的 OK 所以這個部分我稍微改一下 之前是用全域變數 我覺得那個方法不好 稍微改成這種好了 然後第2個變數按豆點 他問你哪一籃 那你就給他第1籃 或者給他什麼 給A籃也可以 這邊給放一個A 兩種方式 那我這邊建議你乾脆就是打個1好了 1到6刮弧 那後面依此類推 所以B的話呢放什麼呢 就是 把這個Ctrl C一下 貼 貼 那這邊的話一樣 也就是說呢後面只有 前面部分都一樣 只差別在什麼 在列的部分 在那個藍的部分 所以後面的本來是1 對 本來是第1 藍 改成第2藍 對 然後一樣同一列 第3藍 好 第4藍 第5藍 第6藍 就是類似這樣的方式 那我們其實主要要知道幾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 他現在在哪一列 所以關鍵應該是在這個 然後呢 再來就是呼叫什麼呢 呼叫我們剛剛那個副程式 就是 利用ADO新增資料 那後面這個是6個東西是所謂的 參數 傳6個參數給那個副程式 他就會幫我們把6個參數 寫到那個資料庫裡面去了 OK 類似像這樣子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這邊我用中斷點 停在這邊一下 那我們一樣 保險費計算 也是就是輸入一個人 然後他的性別 然後他的多少錢 他的這個這個金額 大概輸入一個 然後最後按開始計算之後 會有一筆 現在在第13 所以 紀錄按下去的時候呢 我中斷到這裡 這個時候呢 A就是13 為什麼 因為現在在第13 再來的話呢 我呼叫那個副程式 所以 按F8 跳到這裡 這個時候 他會帶過來 這6個資料 特別資料 最好你可以組行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設個中斷點 然後呢 再看一下 有沒有帶東西過來 如果沒有帶東西過來的話 那你說 說真的 寫入資料不一定會產生問題嘛 對不對 所以先check一下 這6個都有 再來的話呢 就連結資料 連結資料庫 那資料庫的位置 check一下 對不對 沒錯 這個這一關可以過 如果你卡在這一關 請你檢查一下 你的 資料庫的名稱 或者有沒有放在對的位置上面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新寫入到 這個欄位 總共6個欄位 都是兩個字的 會比較好記 然後再來的話 把資料放進去 真的執行是在這裡 就是這一行 OK 然後執行下去 如果這一行沒有錯誤的話 那表示什麼 你的欄位名稱也沒錯 你的資料也沒錯 那就 結束掉了 這個時候呢 你再去開啟資料庫 asset資料庫就會多一筆了 因為其實沒有錯的話應該就已經放進去了 不幸的話我們可以再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把這個保險打開來應該就會多一筆資料 這個資料表裡面 就會多這一筆資料 這筆資料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我剛剛有沒有 寫的這一筆資料 就把它關閉 就是 就是我剛剛新增的這一筆資料 就會怎麼樣 就會新增進去 就這一筆 OK就完成了 好那這裡的話 我想 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重點我再提示一下 一請各位檢查你的資料庫 二 檢查一下你的設定引用項目 有沒有ADO 這個東西 三 程式部分的話 先在那個雲端上 複製什麼 複製那一段程式 把它貼到這裡來 就是 我看直接乾脆我先把它改一下 好了其實就是 這個不要好了 這個就是只有上面這一段就好了 OK 那再來就是怎麼樣 再來貼過去 並且複製上面這一段 好那給 給給四 給給五個那等一下我再把 這個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還有 還是 還有 來